合約書上簽下大名宣告台灣先進車用技術協會成立 瞄準自首可熱電動車商機 跟鴻海MIH打對台 利基電董事長黃崇仁登購一壺 找來友達光電歷經科技合作的大廠 組成電動車國家隊 汽車產業發展迎來重大轉捩點 但全球車用晶片荒卻難以緩解 每一個廠要蓋 從要蓋廠還有環保各種問題加起來 要五六年 所以你現在缺就是缺 要去建一個廠 沒廠就是沒廠人 這五年如果沒有廠就是真空 覺得現階段晶片最缺 還是來自於汽車產業的一個需求 所以這個部分我認為不會那麼短期 這個需求就消失 半導體產業明年整個上半年發展的情況來講 其實都是供不應求 你要等到真的能夠供需的部分 情況能夠稍微和緩 可能要到2023年 2023年半導體市場依舊供不應求 但也不能忽略國際變數 傳出美國將擴大制裁 而且大刀砍向中國晶圓大廠中芯國際 外界點名利基電聯電有望因此受賄 但黃崇仁不以為然 聯電我看那個報紙寫它名列也是滿載 本公司滿載沒有什麼受賄的問題 只是他們的客戶要往哪裡走 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覺得這是美國政府的政策 我覺得就是錦上天花啦 全球半導體的佈局大概比較傾向往美國設廠 才好那我就下定決心 我就去思考我要往美國 往日本 往歐洲 往印度去 我們有技術 我們也有人才 那我們也能夠順利拿到美國那邊的設備跟材料的話 我覺得這些問題都不大 反而有助於我們在全球整個半導體廠的一個佈局跟發展 晶片需求卻很大 工藝商生產量追不上接單量 轉單的商機只怕是看得到吃不到 到時可以預見的是 一旦美國對中芯制裁確定成立 中芯拓廠計劃遭到拖延 產量銳減 全球晶片荒也要進入延場賽 本語新聞會回應林嘉倩 台北財訪報導 日韓焦點 全面掌握 東亞局勢 全球關注 新時代的區域進和 台灣In or Out 北周四晚間九點 環宇看東亞 帶您探索東亞震驚脈動